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接着讲单晶系的时刻 所以讲单晶系的时刻呢 主要用在STI的时刻之外 它有时刻就是怎样呢 做DRAM 一颗电影 旁边一个电容 绿色是电容的下电架 红色的是电容的上电架 黑色的是绝缘层 电容是要大 就代表它的面积要大 面积要大 所以这个洞就要挖得很深 所以呢 为了要做很大电容池的电容 那时候呢分了两派 一派是挖洞派 就是往下挖 挖了电深我的面积 这种面积就会越大 另外一种呢是属于 盖房子的一派 就是我的电容标注在上面 因为叠深又要小 就不好挖了 它就叠在上面 这样绕来绕去绕来绕去 做很多层的电容 这样面积会大 那最后呢是挖洞派 胜出 所以后来有敌人 大家都是在用挖洞的作法 挖洞的作法 会是什么耐心系的时刻 那目前为止 还有一种担心系的时刻呢 是做冰沸的时候 MOSFET的调 要做成冰沸 它是怎样呢 将整个SELICON的里面呢 刺出一根一根的SELICON的 调装物 这当作原件的通道 这是现在的单机七十颗 从原来的SELICON 改做成这种力 改做成这种力 基本上这种做法 它还是使用SELICON的制程 只是SELICON的制程 吃的是SELICON 一样就把这里的SELICON吃掉 这里的SELICON吃掉 原本这里就是填什么呢 填阿散的 填阿散的 它只是把阿散呢 再把它吃 往下吃 就会露出SELICON 这就变成 淋沸 好 简单的说 我来这边讲一下 目前的单一性主套 STI怎么做 STI是SELICON 表面先成长一层阿赛 短空层 再叠上一个NITRO 当作CMP的时刻做大层 然后呢 上皇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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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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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甘致石刻 抓一致 抓一致 抓一致就会轟什么呢 轟哪一串 轟阿散 轟阿散 最后轟到哪里呢 轟到SELICON 把SELICON往下轟 往下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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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轟完之后呢 就把绝诊吃掉了 吃完之后呢 光主移除 光主移除 这里留下了那一串的阿赛 然后呢 再沉积阿赛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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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这个洞给填满 填满之后呢 使用化学机械研磨CM1 把它抹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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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在奈赛上面 这样子 然后这里就是阿赛 这里就是阿赛 然后呢 再套热瘤酸 把奈赛给石刻掉 热瘤酸石刻掉 然后呢 再套 带路的HF 把这阿赛给 拨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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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最后就变成了 这个样子 这就变成Sharrow Change Isolation 好 然后呢 BitBit怎么做 一模一样的拨防 差别在于什么呢 差别在于STI 跟STI之间的距离很近 STI跟STI之间的距离很近 比如说我这里 再做一个STI 这样 旁边再做一个STI 这样子 然后呢 我STI做的比较深 我的STI做的比较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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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我再把阿赛 套掉 HBag 使用 HF或者是BOE 把阿赛套下来 把阿赛套掉 套掉套掉之后 你就露出了什么 你就露出了 SILICON SILICON 柱状的SILICON就出来了 柱状一根一根的SILICON就出来了 这个就可以当做 NOW SPACE的动荡 所以 G型的NOW SPACE的FIN就会出来了 所以这一根一根的FIN SILICON的FIN 就会出来了 它也是使用STI的技巧 只是变成怎样呢 STI跟STI之间 就是这一根淡移型 所以淡移型你要好 那就代表STI跟STI之间的距离就是近 然后这时候把阿赛维持下去 就露出 SILICON出来 那这个就是SILICON之后 FIN FACE的拼抱的做法 十颗淡移型 基本上它做法就跟STI是一样的 只是尺寸跟深度不同吧 就像这样子 吃出来之后 一根一根吃出来之后 添阿赛 添阿赛之后回十颗 把阿赛吃下去 然后露出来就是FIN FACE 原本只是做STI 但是STI之间的距离就是FIN FACE的FIN 然后把阿赛回十颗就露出冰沸出来 露出冰沸的通道出来 那十颗淡移型的时候 因为冰沸的这个厚度呢 比较厚 大约是好几十个奈米 几十个奈米的深入 十一说后有错 只是在十颗的过程中 在这个十颗的过程中 因为光组很薄 因为现在冰沸 尺寸也很下 光组比较薄 所以在十颗过程中 光组可能不见得哪个处 故意用一个硬遮罩 就是一个绝缘层 来当做阻挡层 来当做这个阻挡层 十颗阻挡层 而现在他告诉你这个十颗阻挡层 十颗阻挡层一般可以猜有什么 二氧化系 或者是氮化系 因为我们在试系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找到一个干湿石刻 是吃粒比较快 吃阿塞比较慢的程式 我们可以找到一个选择 可以很好的干湿石刻的东西 所以呢 他的阿抹石刻 石刻会导致的凝时遮蔽造 可以使用阿塞或是耐船 那一般可以用阿塞 因为如果要连耐船的话 耐船会不会有运力 因为他可以直接包阿塞 直接把阿塞完成 就把阿塞完成 好 那这种单晶系的石刻用的是什么呢 用的是秀 单晶系的石刻用的是秀化物 不是保隆 单晶系用的是秀 用秀HDR呢 在电脚里面会划进秀的自由金 那秀的自由金呢 就会去跟C等式反应 那他比较不太会跟氧反应 会比较跟氧反应的 会比较跟氧反应的 会主要去 应该说秀的自由金主要会去抓锡 而如果你要是要这样抓氧化物理的锡 那要靠谱 那如果你知道不抓純锡 用秀 他比较会去抓氧的锡 跟氧结合的锡他比较不会去抓 他比较会去抓单纯的锡 所以呢 秀的自由金会跟氧反应 产生4氧化系 4氧化系 4氧化系 那你只要听一点氧 通氧经济软 我边10颗 然后测平边氧化 他边测平找氧化成二氧化系 他就比较不会收到VR的10颗 而顶部的二氧化系 就算氧化了 哪有离子冲击 可以冲击到它 所以变成怎样呢 你一直把它吃凹下去之后 通氧 诶 四周一会被氧化 可是测平的氧化呢 他会暴露被秀只有几十颗 而平面的氧化呢 可以再利用离子冲击轰 然后再让秀卷反应 所以他可以使得测平不被10颗 而底层会被10颗 因为测平有氧可以暴露 而底层的氧可以被离子冲击轰 然后再看秀卷 是这样 所以单晶系用的是秀 H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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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产生VR VR在这边吸管 你产生SIVR form SIVR form 所以只要碰到细时在氧化物中 碰到细会变成SIPRO 但它不是气 所以它不会回发 所以这次我们就得到一个好的选择名 由秀 它可以提高自立肯跟阿萨的选择名 那单晶系呢 我前面讲过 我在吃单晶系的时候 我前面讲过 我前面讲过 秀这个东西呢 HDR是磁系 不太持氧化系 因为它跟二氧化系 反应变成SIVRO的时候 是模糊固定的 可是呢 我们又知道 斯里克买久了 表面总是会氧化掉的 而且氧化掉 秀又很难吃 所以我前面才讲到 一般干式食科呢 对于食科的时候 总是会有一个叫做 BREAKING MOVE 就是无差别的阿爸攻击 把表面不管残存什么氧化物 全部先攻击掉 露出单纯的细之后 再开所有人面HV 再开秀 再把秀HDR放进去 进行主食科 所以会有做过 那因为它是10号的深度停滞 它并不是要停在某个骨头上面 如果它是 它是要把骨头撕掉的话 那后面还会有一个OVERH 我们前面讲过 但是食科 最复杂的变化为三段 BREAKING MOVE MAIN H 和OVERH 但是这个单金系 并不是要把骨头电视吃完 所以没有OVERH 没有 就只有MAIN H 所以 希的食科呢 单金系主要就是用在STI 或者是并费的通道 另外一个跟希有关 就是多金系食科 而多金系食科 它是食科GAG 停在GAGAC上面 所以它要有一个很高的选择 是阿赛对 另外一个是SNIC 对阿赛有很高的食科选择 吃SNIC要换 是阿赛要MAG 因为它是GAG 炸集 炸集 所以呢 多金系的食科 是整个食科最重要的 因为下面的阿赛太薄了 而多金系是所有 所有的尺寸最小的 STI呢 它也讲的是宽度 原件的宽度 但是GAGAC呢 是通道的强硬 我们一般讲的 其他人的其他人 指的是通道的长度 主要在缩小 宽度缩小就没有那么大 宽度到目前 大约 大约在数百个Nm 也就是大概 点3 点2mgm 或点1mg 0.1mgm 就是100nm 大约都还有 200nm 左右 但是GAGAC的长度 已经缩小到 只有 十几nm 所以GAGAC是最小的 所以GAGAC的食科 是最重要的食科 整个MOSWAY 最重要的是GAGAC 另外一个就是Content 那 那 那GAGAC的食科 那GAGAC的食科 用的是什么呢 GAGAC的重点就是 我要食科多精细 然后停 在アーサー上面 要停的很好 那用的是什么 用的是绿 用的是绿 那一样会通氧 来改善对氧化物的 选择比 因为它的食科 最大的质星就是 这次氧化物很好 你在食科多精细的时候 只要氧化物 一被食科掉下面都是 蛋精细的 会食科多精细的 绝对会食科蛋精细的 因为都是细嘛 只是金项的差别而已 会食科多精细的 全会食科蛋精细的 所以要找到一个 很好选择米的 化学研究 也就是绿器 用绿来食科多精细 然后停在氧化物上面 氧化物要少一点 被食科到 所以多精细最大的可能 就是要被氧化系 有很高的选择 而且呢 因为Gate在食科的时候 一定需要overage 你在做Gate的食科的时候 可能某一边吃光了 某一边还有剩 那怎么办 你一定要overage 如果没有overage 这个Gate 就会转入到其他地方上面 所以Gate 最困难是 它一定要吃干净 而它下面的下一层 绝缘层又太饱了 又可能会被吃穿 所以它的调犯很大 它必须要确保食干净 并且又不吃穿 绝缘层 也就是担心情细 不要被伤到 所以它面临的地方 暂时会打 而多基系的食科 刚刚讲过 因为它要细干净 细一定会有brace rule 因为细很容易氧化 所以通常会有个brace rule 把上面的氧化层给打掉 可能是Magic Barca 然后呢 Magic就是为了食科 速力换 而Magic结束之后呢 overage就是要高选择命 就是要高选择命 细也怕火 也怕秀 可是你如果拿来吃 用佛来吃的话 佛也会伤个人化心 所以佛是不行的 佛是不好的 因为吃佛的话 它对氧化物的选择比不高 吃Stick的同时 它通常会吃阿弹 选择比不高 所以不会使用佛 而使用绿 使用绿 所以以上就是 我们已经介绍完的 是绝缘层的食科 阿强跟该所用的是什么 用的是 就是看不够情 阿强跟该所用的 看不够情 而选择命要被靠的是 添加七期 来改变选择 而伴老子是一个的 是什么呢 单精细用的是绣 多精细用的是绿 大概是这样 所以你可以分辨什么呢 绝缘层靠的是火 而单精靠的是绣 多精细靠的是绿 在目前为止 课本层出这些 当然就是它的组成本 通常会搭配其他的 去增加选科 那就case by case 那这方面我们不是专家 特别有很多做行事 只要不要写下这个概念就好 那接着 半导比的食科讲完之后 我们来讲金属 金属石科 金属石科 那现在的金属呢 主要分为几种 第一种 钛 有钛跟淡化钛 那钛会用在半导比里面呢 在之前是因为钛是一个 拿来当作抗反射镀膜 很好用的金属 也就是说 他很喜欢在光阻下面呢 如果有一层太神的话 他就会有 他其实就是可以当作一个抗反射层 那再来还有什么呢 呃 好 另外还有一个开的是因为 我们后段连接导线呢 为了要电子直降一 然后又能够填的细小的动 所以呢 用来填弄的材料 除了一开始去接 施力痕用的是乎之外 后面第二跟第三跟以上的 金属连接线填的都是铜 因为铜的导电率比较好 电子直降一 铝很好 但铝有一个大的缺点就是什么呢 铝不耐热 铝500多度就会被人挂 而且铝有很严重的 Eletron Migration 什么叫Eletron Migration 电子在铝里面流动的时候 它会撞击铝原子 那铝原子里面只要有铝原子被撞掉了 那那个地方呢 就会形成一个比较大的电子 因为铝原子被撞开了 那电流就会开始撞其他地方 然后就把其他铝原子撞得越来越开 最后整个金属导电中间就会有个孔洞 因为铝原子被撞开了 最后呢 整个线断掉了 这叫做Eletron Migration 因为电子在流动的时候会撞起铝原子 而铝又很软 而铝原子的原子区又很小 然后经过大电流冲撞之后呢 铝就会断开了 铝就会断掉 所以后来就用铝了 然后你选用其他的金属 第一个要够平 第二个导电率要够好 电阻值要够平 第三个又很容易把磨度度度上去 所以后来选用的是铝 但是铝会更大的缺点 铝这个金属很会转很会扩散 它很容易形成金属不染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什么呢 你在铝铜之前你要先做好铝铺层 不要让铜扩散到绝缘层上面 所以呢在镀铜之前 我不会让绝缘层露出来 直接把铜镀在绝缘层上面 因为铜只要加热铜离子 很容易穿过绝缘层跑到变迹 所以就需要有一个抗铜扩散的抗扩散层出来 这个扩散层呢通常会选用淡化碳 或淡化碳 TIM或TIM 来担做什么呢 铜的阻挡层 就是铜就乖乖的在那边 不要乱扩散 所以就会有TIM层出现 TIM层就是为了帮子铜 或是铝铜合金里面的铜跑出浪子 那再来前面讲过 金属填充物里面前段用的 MOSFET马上用的是乌 那在后面用的是铜 那我们用TIM或TIM呢 对铜来讲 它这房子铜扩散 而对乌来讲也很重要 因为乌这个材料呢 它对绝缘子层的吸附力不好 它是很乌 它跟绝缘层接触的时候呢 它的接触点并不是很好 所以呢需要用淡化碳或淡化 来当做铜绝质的黏度层 并不是所有材料跟材料之前都可以很密集的对立 或是薄膜跟薄膜上去就不会滑动 还是有差的 所以呢为了改善 乌跟铜 这两种金属 在沉浸之前呢都要需要 用淡化碳的存在 或淡化碳的存在 来降低接触电瓶 或是防止铜的扩散 而TIM呢 要在要图办法的时候呢 要用手去释温它呢 绿是金属石科最常用的 因为金属的绿化物大多都是气态 大多都是气态 可以看到 绿的自由基跟铝集合起来都变成绿化碳 绿跟TIM的 绿的自由基跟TIM会变成绿化碳 绿跟碳会变成绿化碳 绿化碳就变成 炫造成淡化碳 绿的称化碳 绿的称化碳 所以要10颗碳就是绿器 那一般就是这件事就卸了 直接通屿器就可以 那金属石科呢 要具有良好的纷货控制 财务控制 防止金屬腐蝕很重要 所以可以透过物理的离子空挤 将绿化虫从表面移除 或透过化学形式刻在绿化虫的下方 形成底线将绿化虫来描述 从没头没脑 后来讲到绿化虫 绿化虫 这部分关了 就讲到破坏金属制程的时候再来解决的话 那早期在石刻金属的时候 在早期表现后段金属Ti很常用 可是现在这种28大米之后 连杂极材料也改成金属之后 Ti也被用来当做Metal Game Ti也被拿来当做杂极的金属了 所以后来的Ti的石刻 这个制程下面有在用 早期有在用 Gate下面 绝纹上面的金属是Ti 所以在石刻上的多金属就要石刻Ti用绿器 多金属我们先讲过 多金属的石刻也用的是绿 也用的是绿 所以这时候多金属跟Ti的这个堆叠结构 用绿器来去石刻它 Ti现在已经不只是出现在祸管了 也出现在哪里呢 GateState 杂极跟银结构 RTi跟Gate 都使用的是金属跟金属氧化物 绝纹现在改用金属氧化物 金属改用碳 但是在现代制程都在后段只要用到 前段还是不会用 这是早期开大的时候又在前段制程 后来被推翻了 后来多巴蛋走这个步骤 可是到后一段里头又不是这个步骤 前段就改成还是PolyAlpha 后段再填金属 还填银 那该是石刻呢 整变石刻最常见的就是光组去水 光组用的是氧电浆 氧电浆就是冲氧气 然后打电浆变成欧 那欧呢再去跟光组反应 变成许多的碳氧化物 变成很多的碳氧化物 所以只要是驱除光组了 就会用氧电浆 电浆 我们刚讲完了全程 讲完办法里讲得清楚 而金属他目前主要总共的 就是由氧跟碳 目前还要讲到其他金属 好 然后呢接着就开始讲到光组的干石石刻 用的是氧 光组的干石石刻用的是氧 那因为氧 光组只需要一方自有其 光组不需要零食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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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组喜欢用氧 我只要用醇化学石刻就可以了 所以呢 就会用铝某的化石码 铝某的化石码 的话 化石码在这个腔底做成 而氧化石码被淘汰 所以这里就不会有所谓的零食攻击了 好 因为去除光组不需要有额外的损伤 我们不需要去库子这件事情 还会遭受到其他的零食崩壮 离子崩壮 离子崩壮所为对下的 所为对金属上的元件产生损伤 所以你能够倾向白金属 损伤越好 所以整片的干净石码 通常都会是种零化石码 那有图案的石码才会使用 库里石码 那接着开始讲一些 跟安全性有关的东西 跟未来发展性的东西 这个大家自己看看就好 包含改变压力啊 增加时长啊 可以提高时能力啊 或者选择的这些这些的细项 大家自己去看一看就可以了 因为实际上的石码是RE Reactive IOH都在讲什么呢 里面同时有物理石码也有化学石码 而物理石码的来源是来自于什么 离子崩壮起 化学石码的来源是来自于自由基 所以如果今天你的石码是以化学为主 你靠的是自由基 你增加压力的话 就是让这样的 让自由基的浓度变好一点 让它容易产生自由基 然后继续发生化学防止 如果是个因子崩壮起的话 你希望是空撞为主 那你就希望压力低一点 让它加速可以化一点 比较少一点的崩壮 这样才可以 你就要加压力还可以增加性能力 所以增加压力的话 对化学石码是好 但对物理石码是不好 因为你空撞多的能量就少了 你的因子能量少了 你的因子能量少了 你的崩壮起的力道就会会少了 所以它是不同的 它是不同的 那增加市场可以独立的提高 电浆的密度 可以增加你的崩壮起的流量 这样子 那 电浆密度变高 自由基的浓度也会变高 所以你看到 只要增加市场 它同时可以增加你的崩壮起的容量 也增加自由基的浓度 这两个都还同时增加 就是这样 接着可以介绍一些ICT 还有一些Memory 现在最大的3D memory 就长成这样 哇 鱼电机构找到密码 非常好的时刻 这种这个3D密集的记忆时刻 最会发露的可能就是Wall Wall这些公司 在早期发了很多这种 3D fresh memory 的结构 5D 3D 以上是10颗这个章节 以上是10颗这个章节 所以呢 我来做一个 统整 你会发现到 对这个章节做个统整 你会看到 10颗的材料可以分为什麽呢 绝缘成 绝缘成的材料 不管是阿塞 跟什么 Nitron 那阿塞跟Nitron 如果使用干四十颗 它使用的是什麽材料 使用的是什麽气 使用的是碳氏氏 但是如果是胃氏呢 阿塞使用的是 否相关的容易 Nitron使用的是热乳酸 对吧 同一个材料 干四十颗用的希尔氏 湿日时颗用的是什麽水 和黎余氏 那你喜欢干四十颗用的是热乳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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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湿日时颗用的是热乳酸 那有的是热乳酸 那接着半导米 热乳酸 是热乳酸 热乳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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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用KOH加上 这有分两部分 diamestructure 要施出diamestructure 你要施出diamestructure 的话 要用什么 diamestructure 要用的是 KOH加上吸水 HFO再加上水 那如果 如果你吃的不是单鸡的鸡 你是整片的鸡要去10颗 或是多精气10颗 用的是什么呢 用的是硝酸 加什么 HF加水 它的原理是什么 前面讲我用硝酸去氧化溃痕 再用硝酸去10颗 氧化溃痕 是这样 是这样子 那接着讲金属 Metal 那Metal呢可以分为什么 Metal可以分为硝酸 涅 酸 特别提到的 如果是铝 施氏是时刻什么呢 零酵醋 零酸醋酸加酵酸 铝 铝 零酸 醋 醋 醋酸 其涂回去 fines ch g g g o f c h g g o f 一樣 硝酸現現化 再用磷酸去融化 然後呢 滅的時刻 因為是整片剝除 整片剝除就直接用什麼 流蒜 加蒜紅水 流蒜加就是整片剝除 而如果是圖案化的剝除的話 你要圖案化剝除 泰國的圖案化剝除 要用什麼 就是啊 泰 泰如果是圖案化剝除上面會有光綠 絕對不能用流蒜 因為泰國會去光綠 你也是因為他不需要圖案化 他是整片剝除 所以可以用流蒜 泰的話 如果是圖案化實在要用什麼 課本沒有提到 這裡告訴各位 你可以用 XC1 那也有的圖文獻是告訴你什麼呢 直接用雙氧水加水就可以 因為 雅化蓋放久了 它會容易疊在水裡面 那我沒有試過這個 我試的都是直接怎樣呢 NH4 OH SC1 就是直接用SC1就變適合了 那DH呢 鋁跟炭都是形容什麼 鋁 滅沒有在DH 滅就直接揮飛去 滅就直接揮飛去 大約是這個樣子 所以課本講的這麼多 它整個邏輯除了在講實科的觀念 實科的原理 啊它真的對實科所講到的 容易跟進步 不外遇就是這樣 那樣子的 對吧 他只提到這樣 他的心情沒有提太多 他的大部分障礙都用在理論 但是真正的Racing 真正的配方 他其實談的很少 那請問理論講完之後就快點丟個配方給你 把理論看看我們沒有 是照理會去深究 因為我們不是實用的人嘛 我們不是化學系的人 我們真的不懂為什麼他在給你做成的那個程度 那都是調出來的 那對於我們實用者而言 我們主要懂的是原理 會用到它 那真的要整理的話 整理出來就長這個樣子 絕緣層的轉用的是CFO 位的話 R3是HFBOE 耐性使用輪轉 那單機器的話呢 適合單機器要適合單機器 化學做成SOP-Drain的話 用TOH加C-C-H-A 那如果是整片的 末末式刻的話 就是用硝酸加H-H-H-O 那該式式刻的話 單機器用秀 多清晰用輪 那金屬式刻的話 用濾氣 而適至式刻的話 凝膠組 跟S-C-1 那面的話 整片模組 油酸也最快 再來 他又是什麼呢 他有一個叫做光組 突然想到艾爾光組 他所有的菜料講完之後 他又去一段光組 光組是全面性的播出 用的是什麼呢 如果下面沒有任何金屬材料 你就用油酸 時時刻用油酸 H2O2加上油酸 先倒油酸再倒H2O2 不要倒出 但是呢 因為他也會吃金屬 所以他只適合在前段製程 就是下面沒有金屬材料的時候 你再撥光組可以用這個 可是如果下面沒有金屬的 你還用這個去撥光組 就會連金屬也失掉 那如果該式式能用的是什麼 氧電漿 氧電漿 而只要是整片播出的 電漿 只要是整片播出的 就可以用remote 因為整片播出的 我就不需要理智能起 他就不需要理智能起 他可以用 用理頭的畫質 所以整個這個章節 講完原理之後 調裂起來 他講得起 the reason 不外乎就這樣子 好 我們今天要講完這個章節 我們下一個來就可以進入到 西面電漿 化學氣象成績的章節 非常好 好 這邊 謝謝 謝謝